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工具叫做MDBook 对于经常需要写技术文件或者是使用手册这方面文件的朋友们 MDBook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让我们使用Markdown的格式来写文字档 再透过MDBook它的组件的一个功能 能够帮我们把它从文字格式直接变成是网页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的这个画面上面这个浏览器里面看到的 就是使用了MDBook产生以后的结果 然后像在最左边就是一个电子书的章节 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的一个章节 然后右边就是这个电子书的内容 我们点击了左边的章节以后 右边就马上切换成它对应的内容 那这样子的呈现方法对于技术文件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样貌的呈现 那重点就是说它其实只要透过Markdown的文字档 就可以来帮我们产生这样的工具出来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子来控制这个MDBook 让它也可以很快的帮我们产生出我们需要的这个电子书的网页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MDBook MDBook呢它其实是使用RUST这个程式语言开发的工具 所以呢它基本上只有一个执行档 那我们只要从它的网站上面把它的提供的压缩档给下载回来 解压缩以后呢它里面就是只有一个执行档 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安装 我们只要把这个执行档呢 它叫做以Windows来讲它是叫做MDBook.exe 我们只要把这个执行档呢复制到我们Path 环境变速指的到的一个路径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命令提示资源里面呢直接来使用它 对了它不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程式 它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是需要在命令提示资源下面去执行它的 那它产生出来的左边右边这样的格式呢 其实是仿造蛮多人在使用的这个GitBook 那它目前的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虽然可以让我们可以列印网页这样子的格式 它有一个列印的功能 像在这个右边就有一个列印功能 可以帮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组合好 成一个完整的网页以后呢 直接可以让我们印出来 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汇出PDF 这是它目前的一个缺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它的这个搜寻功能呢 它也很方便 它可以让我们来搜寻 所有我们里面这个电子书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但是目前没有办法搜寻中文 只能搜寻英文 好那后面我们就来开始讲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这个下载 跟第一次的执行 下载就是到我提供的这个连结 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再解压缩就有一个MDBOOK.exe 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简单 那第一次执行 我们只要在任何一个资料夹里面呢 执行MDBOOK.init 再回答两个问题以后呢 它就会帮我们产生出我们MDBOOK 它的整个档案跟目录结构出来 它基本上就是会产生两个资料夹 BOOK这个资料夹跟SRC这个资料夹 那我们的Markdown的文字档呢 是放在SRC这个原始档案的目录里面 它预设会有一个Summary.md 跟一个Chapter底线1.md 那我们的控制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Summary.md 我们的左边那个章节的内容 是要写在Summary.md里面 然后呢 再透过它的一个Build的指令 用MDBOOK.build 这个命令呢 它就可以把我们写好的Markdown的内容呢 产生成网页的格式呢 产生在BOOK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到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资料夹 压缩起来打包 然后部署到我们的Web的伺服器里面呢 马上我们的网页就呈现出来了 好那下面我们就实际用实义 来做一次测试给大家看 好我们目前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到上一层 建立一个Sample1的目录 然后呢 更换目录到Sample1 在这边呢 我们只要执行MDBOOK.init 好回答 我们要产生点Gitignore 然后我这个书名 我把它叫做 比如说 This is my first book 好它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档案总管里面 来看一下这个Sample1 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 它会有一个Book.toml 还有两个资料夹 这个Book.toml 就是我们这一本书的基本资料设定 所以我们基本资料设定 要设定在这个档案里面 我们把它用文书编辑程式 把它叫出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好我们就用记事本好了 好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类似I&I的这样的格式 然后就设定一些属性 比如说作者的名称 然后你的语言 网页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不要用英文 我希望用中文 那就是用gh 然后你的抬头是什么 我的抬头就是 刚刚我们输入的这个内容 我们把它储存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书本的基本的设定 就只要改在这个book.toml 这个档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src 这个资料夹里面来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summary.md 这个summary.md呢 它其实目前就是只有一个连结 就是chapter1 那这个文字呢 它的连结呢 会连结到chapter1.md 所以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chapter1 那其实也是一个 它其实也就是一个 现在目前是一个空的内容 就是只有一个标题1 上面写着chapter1 那我们就先来编译它 我先把下面这个给停掉 编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mdbookbuild 那这个做完以后 我们的输出的内容 就会写到book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你看它就已经 刚刚是空目录 现在就已经产生的需要的 刚刚根据我们刚刚的选择 它已经产生好这个网页出来 那我们来执行它 那 它有一个测试用的网页伺服器 我们只要用mdbook mdbook serve serve 好 那它就已经把这个伺服器开启起来了 那它的网页呢 是在这个地方 localhost 冒号3000 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再到浏览器里面 直接浏览它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本书 产生出来的样子 好 然后我们再 回头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内容 它的基本的那个操作 好 这个它的 章节跟内容中间 其实是可以拉动的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拉动的 那也可以做切换 就是我 章节这个侧边要不要出现 我是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样式也可以做变更 我要改成别的样式 可以马上就变更样式 然后这个是搜寻的功能 那可惜就是 目前只能搜寻搜寻英文 然后最右边就是列印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我们如果说 网页的位置如果大一点 我们把它放到最大 它最左边可以到上 上一页跟下一页 这个因为我们 我那个伺服器把它关掉了 我重新再把它启动起来 在我的 这一本书 的 目录里面再打一次 nbbook serve 好执行起来以后 我们再重新重整 那这一次的这个 Logohost的Model 3000 是我们的这一本书 不是那个Sample的那一本书了 因为我们已经换目录执行了 好那这个就是 上一页下一页 它也有这个功能 好那接着我们就实际 来看看我们 这个内容 设定里面的内容 应该要怎么去写它 我们网页里面的 左边这个侧边栏 这个侧边的这个章节内容 是要写在 summary.md里面 所以我们整个控制的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 summary.md 那summary.md 它其实也是一个 标准的markdown格式 可是它有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 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超连结的写法 然后没有排序的 所以它不需要用新号 或是简号开头 然后这一段就是 在章节编号上面的 出现的内容 然后章节编号的最下面 也有一个结尾的内容可以写 这个当然就是 个数都是可以多个 不是像我们这边只有一个 你可以很多个不同的markdown的档案 它就会变成不同的超连结出来 然后下面这个 因为是用简号开头 简号空格 或是新号空格 它就会变成是排序的 它会自动 帮我们产生成1234567 这样的顺序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那这个内缩的 就会变成是 2.1张 跟2.2张 那这样子的 这几个内容 就对应到我们网页的 下面这个12345 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 summary 只要这样子写 然后那个超连结 就是直接写 写你的那个markdown的档名 那资料夹 因为我们是放在同一层 所以就是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有纸目录的话 你当然就是再写 纸目录写线 然后什么markdown的档名 那这样子 写好以后呢 其实就是直接 一样用那个 MD Book Build 就可以产生出 我们这样子的 一个 电子书的内容了 那所以 其实基本上 就两个设定档 book.toml 就是书的基本设定 然后呢 左边的这个章节页 就是这个 summary.md 然后我们这个超连结 就是要写上 那个你markdown的档名 到时候就可以产生出来 它切换了 就会自动切换到 对应的那个markdown的档案里面去 好那结尾的部分 当然就是跟刚刚的 刚一样 所以它就是分成三大段 就是开头的部分 然后章节编号的部分 跟结尾的部分 好 那今天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 这是我 实际碰到的状况 你档案储存的格式 请记得要用 不带BOM的这个格式 有带BOM的格式 会让它 没有办法解析 我们markdown的语法 所以要选择这个 不带BOM的 还有 下面这个解法 这个写法会造成错误 有时候因为我们偷懒 这个中间这个文字就没有写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通过它的编译 所以要加上了文字就可以 随便 不要是空的就可以 那这个是我实际碰到的状况 好那 基本上 透过这个MDBook 就可以很方便的 让我们产生 我们需要的这个电子书的网页出来 那对于我们在写技术文件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那今天就介绍这个MDBook给大家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我那个说明栏里面的这些连结 把MDBook 下载回去测试看看 好那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